山城新关怀请新著名歌唱比赛 日前在县府文化局演讲厅举行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 南投县新著名约有一万多人 从远方的故乡来到台湾 借由歌唱比赛交到很多朋友 他并以生命线协会理事长的身份 关怀新著名 如果有任何需要 可以找生命线协会协助 从他乡来到我们台湾 那在这里 我也代表我们生命线 来跟各位新住民 来呼应这个县政府委托新住民 来做新住民的家庭关怀 那我们特别在妇幼馆的二楼 有社工在此 有任何需要需求 我们新住民都可以来到这里 来帮助我们这个家庭 县议员曾正言也赞助这项活动 他肯定新住民歌声都很好听 借此活动 可让新住民走出来 以歌会友开拓事业 心情轻松 这个歌唱真正好 以歌会友 让我们新住民的本地 可乡的时候也没有食材 跟我们原地的这些乡亲 比较有距离 来这里给他食材 让他脖子走出来 走出来的时候 他也视觉看得更看 心情轻松 唱得真正好 唱这个台语 唱得这么深入 唱得看不错 他是新住民 参赛的印尼籍选手蔡宇纯说 她的兴趣是唱歌 当天选唱的歌曲是《甜蜜蜜》 而原来这首歌来自印尼 所以她用原文演唱 希望能有好成绩 我的爸爸是台湾人 妈妈是印尼人 我是新住民二代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然后爸爸就是希望我说 成绩在前面一点点 今天是选那个甜蜜蜜 然后他是从印尼那边过来的 他一开始是印尼语 所以今天用妈妈那边的语言 去唱这首歌 这场新住民歌唱赛 竞争激烈 每位选手都是经过初选 进入决选 歌声一个比一个好听 现议员张维华 曾正言 于秀英都大力赞助 希望帮助新住民 以歌会友 融入台湾的风土人情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